你 巴巴艾德 会被加入奥可集团供应商费名单 邱昼 这工人受伤 跟我们巴巴艾德没关系啊 果然 赵亚轩是奥可的甲方 巴巴艾德是奥可的乙方 还是受奥可的委派 执行赵亚轩品捐工作的执行公司 工人受伤之后 巴巴艾德没有在第一时间进行危机公关 还任由事态发展 无论是赵亚轩还是奥可 都因此受到了损失 你还跟我说 和巴巴艾德没有关系 周总 好 许 事情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 必须要有一方来为其承担责任 你觉得是巴巴艾德 来承担这个责任更合适呢 还是奥可